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球类啊 所有这些 他只要老公一坐下来 看了那个球赛 他就完全不管家里 发生任何事 或是他老公很迷某一种球 所以他老婆就自己开玩笑 就讲说我们就要跟寡妇一样 我好像没有老公啊 所以小五哥 你是这种老公吗 不是 我还没有到这个样子 好 那但是现在在台湾 我会发现 可能应该会出现 另外一个名词 什么 叫做追剧官夫 官夫 官夫就是没有了老婆的男人 对 你知道对很多的男人来讲 现在只要老婆一迷上了 韩剧日剧 管她是什么剧 某个剧 然后接下来家里面 就没有人女主人 我老公最近都常常这样说 我告诉你 真的严重 家里就跟没有人女主人一样 有了以后更麻烦 为什么他还嫌你碍眼 他还觉得你为什么 没有剧里面那个男人帅 他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剧里面 那个男人那么多情 你到哪去找这么多情的 小五哥 这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一定要啊 我们的寄托 你看 今天不是明日剧 然后现在韩剧 然后再来阳 阳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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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随一点播的时段 尺度也不能这么大吧 不是 就是每次看到 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很着迷 而且不看是不行的 那代表是你们男人的错 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代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之后很多 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 不满足 我们只能到剧里面去 对 因为你不可能摸我们的头 然后就去咻咻 是 你饿吗 我的天啊 你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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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 你饿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 再跟别的异性谈恋爱了 但是 你不能跟你老公谈恋爱吗 我们想要 就是没办法 你不要再结巴 你不要再结巴 而且 很多人我会通知他看这一集 不要解巴 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想要回到那个 热恋中的少女情怀 他就变了一个感觉 对 我还没有把来宾介绍出来 大家都讲得正不正经 你饿了 好 来 欢迎所有这次的来宾 欢迎所有这次的来宾 你们可不可以 你们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 就刚才那些理由吗 是因为现实生活 没办法满足你们 所以才这么 我是代表 全台湾 有多少的老公男朋友们 问这个问题 没有 我跟你讲 小五哥其实层次不是只有 光在情情爱爱你知道吗 还有更深远的 对 像比方我看这些剧 因为他都要就是要有逻辑 你想事情要有方法 要未雨绸缪 要有计策 所以跟老公在一起 那个日子是没有逻辑 未来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更深沉 我教育我的下一代 就是我的小孩 你就要像剧里面的人这个样 我说你知不知道 人家做事情都要先前思后想 然后才做决定 所以我们做人做事 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讲我的答案 其实我觉得你 没错 你讲完全正确 我觉得这一句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你看完之后 你知道怎么样 跟你的男朋友或老公相处 对 然后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当中呢 你产生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 驚喜 驚喜 这位妹妹 你告诉我哪一步去 那你跟着地空之间 开始产生了不一样的 驚喜 自从那个 蓝色生死练 你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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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年代的戏 我呀 等一下 王者华 你知道讲一次 那部剧叫什么 蓝色生死练 王姐对不起 年轻一点都已经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了 最早我们台湾 开始在播韩剧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着迷了 而且我可以说呢 是每天如果不看的话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 彩华姐 那你的心灵 空虚了很久耶 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 对 那时候你才结婚 那你就应该去嫁 嫁荣啊 嫁什么 我那时候 对 那时候蓝色生死练 那时候是刚好我 对 那时候我就好空虚 然后我一直觉得里面 那个 援冰好帅喔 療癒到你的 療癒到我的心灵 真的 我懂 我就每天晚上 老公跟援冰 差很多 你懂吗 你懂吗 我一直说不同型 我一直说不同型 不同的帅 我们拉回到现实生活 对 那个援冰呢 就让我觉得这个小孩 这个明星好天真 然后好真喔 而且爱一个女生 可以爱得这么彻底 那我觉得 哇 天哪 如果我可以嫁到这样的 老公有多好 后来 真的 真的 就是我老公 好好耶 现场没有人敢接话 真的 真的 气氛有点泥气 因为我跟你老公 又不是不熟 对啊 我们很难接 私底下跟你们相处 是那个 就比较阿沙里的个性 在家里呢 他也是有温柔的一面 是你们没有看好 那彩莱请问一下 你追剧从那时候开始 最疯狂的一段 就追到什么样的状况 几天几夜不睡 有 有 追到几天几夜不睡 是甄嬛传 对 很容易 然后我就说 这人就是要缴钱 对 就缴钱 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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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再看看 然后隔了几天 然后我老公就 一直觉得我一直在看这部剧 就很奇怪 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 我说这很好看耶 对 我说你陪我看一下嘛 然后我就去租 租完之后回来 他比我还疯狂 他看了三天三夜都没睡 对 其实那个真的是 不是 那我们就应该 发起老公来 对 他比你还疯狂 这这样子 如果要真的讲说 迷哪一出 可以迷到最疯狂的这个状况 对 我看到第一集的那个 来自欣欣的时候 我整个人傻掉了 因为他跟我的生活是有连结 他讲连结 女明星 然后商界 然后那种纠葛什么的 那完全 而且那个服装 然后勾心斗角 到底哪个部分跟你有连结 我还是哪个想不到 这个外星人跟他有连结 因为我接触演艺圈 这个环境太久了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写实 杜敏俊出现的时候 天啊 我跟你讲 我整个 你的嘴都扭起来了 对 不是 你刚才讲的那段话 可不可以送给你 就你刚才说 那个发酸 对啊 对啊 你刚才那表情 真的有发酸的感觉 我跟你那个真的 我那时候真的看到 来自欣欣我就好爱 大家相信吗 我真的 不眠不休 然后我洗澡 吃饭 然后甚至做菜 我在切菜 我看到都快切到了 洗碗 全部我都在看 所以那一阵他们家的菜 都是红的 真的 对 没事还有凤爪 没有 怎么还有搬鞋炒带炸的 对 那我这次还飞到韩国去 都敏俊他家 我一直跑回他家 好困难喔 所以你是专程去吗 还是到韩国旅游的时候 因为韩国会有很多旅游 会把他们那些聚的景点 会摆在那里面 没错 他闪期只有一段时间而已 就那段时间你去才有 小五哥 我们是专程排好的 因为那时候已经 去他家 对啊 他的专程排好的 他家不是用那个豪宅吗 所以是这里吗 你看 这个是权志贤他的豪宅 多里去的半公室 各位 亲信心一点 那就是具的场景 所以他是真的房子 还是摄影头 我先讲 他其实是实景拍摄 真的房子 真的房子 是在一个大楼里面 而且是在他们那个韩国 东大门那一带 非常非常有名的大楼 很高级的 东平权的床 东平权的床 你有没有床 你为什么坐在那 你为什么坐在那 天啊 为什么你可以坐 翻滚的没有拿出来 对 他被人家吐口水 那个是比较庄重的 所以参观还可以上去床上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他是整个就是说 是实景 后来被粉丝 来自世界各地粉丝 踏烂 弄到完全真的乱七八糟了 所以整个曾经 他整个封掉 就是整个封屋 然后呢禁止 就是不再开放参观 然后整个 整个移到 类似像我们现在 世贸的那种 很大的展览馆里面 重新我去的是展览 你看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 望远镜 独女俊的望远镜 对 独女俊的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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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独女俊的望远镜 独女俊的望远镜 然后还有就是说 包刀他们 对不起 可不可以麻烦一下 可不可以麻烦一下 给我一些什么耳罩 或什么 麻烦给他们一个镇定器 好不好 因为大家都要看 那这个人怎么可以封成这样子 你们怎么都望远镜 连织型制作都有看 那它里面的望远镜很重要 那些女人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你们打高尔夫球 打完之后 这些女人都变成寡妇了 对 你们看球赞 对 我们就有这些 你看 你看这个 一整排都是全赤鞋在剧里面 她的那个石井的鞋子 鞋子 还有杜明俊的球鞋 有 球鞋 球鞋有没有证件 你完全放 没有 因为就算是这样一些的场景 对 看到这个会特别新发 我们那个屏东肯定有 海角七号的那个 当时 那不一样 那个feel不一样 孙律师 这个就是你不对的 你一定有看 你知道吗 这个超大的图书馆 是它在自己私宅里面 你知道它整个是挑高 大概六米 然后那个门是突然会打开的 就直接打开 然后杜明俊就飘出来了 好奇怪的 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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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明俊 杜明俊在这瞬间移动 他瞬间移动 他瞬间移动 环环姐 环环姐 我们本来觉得杜明俊很帅 被你讲得好像是幽灵 像鬼一样 瞬间移动 就算他是阿飘 我们都很爱他 他很棒 好 OK 他是个外星人 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个外星人 但没想到 就看到他巴不得 就现在自己是个外星人的感觉 杜明 你是有老通 对 你有小孩 你在所有的过程 应该不会像刚才这个样子吧 真的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看剧对我来讲 就是逃离现实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境界 对 然后你这样子放松了以后 你回来才能够再面对那些 锅碗瓢喷 跟臭尿布拉鸟 那你逃离现实 逃离到什么样一个状况 逃离现实 逃离到其实就影响到 工作有点不妥 怎么说 我就是前一阵子追狼牙榜 追得太勤了 对 然后就是欲罢不能睡 就是追到了凌晨早上 然后呢 隔天要去录那个友台 有一个鬼故事的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 然后我们每个来宾 前几天就会被给 就 对 我们就会要 需要讲几个鬼故事 准备着上去讲 但那天我因为看狼牙榜 我看到早上四点多 对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鬼故事 好简单 摆着 然后又继续看 然后隔天就去化妆 早上十点的通告 然后进棚内讲的时候 有一个学校啊 你知道她学生跑下去之后 然后你知道她吗 之后喔 然后啊 她的老师喔 然后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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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美眉追剧太沉迷 王仁府气到开直播 没跟到 然后我就自己一直看一直看 有一天她就很欠揍 她突然拿手机偷拍我 她就跟广大的网友直播 然后抱怨说 我老婆呈现这个状态 就这个状态 好可怕 然后进棚内讲的时候 有一个学校啊 你知道她学生跑下去之后 然后你知道她吗 之后喔 然后啊 她的老师喔 然后 对不起我看一下稿 完全很大忘记喔 我完全忘记我那一本的故事 在讲什么 还好你没有把 老娘要保安讲出来 没有 但是我就是完全一片空白耶 整个稿砸了那一集的鬼故事 完全 然后那个主持人是康哥嘛 主持人说 对 什么什么 好 你看一下 好 我们停机等他一下 对 不然你一定要看啊 对 我问过制作人 我是那一个节目 开播以来 唯一一致因为忘记故事 停棚的来 可是我老实讲 你火力太弱了 好像我真的几乎 能看的都看了 不能看的也看了 你人生这么无聊 对 她是太无聊 不是啊 太寂寞了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 最看最新的录剧啊 我在看副道啊 真的我看了 我昨天已经连续追了五集 你知道今天精神还是很好 不过你刚刚讲的 有一个重点 其实追剧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追剧的话 不能一次看个一集两集 不行 一定要 最好巴不得能够一次 把它看完是最好 对 最好是不要 一个礼拜不要上班 全部把它看 对 但是你说 如果要是追剧追到 第一个影响工作 第二个夫妻失和 是不是总不好吧 太严重了吧 杨浩蓉 也是我 还在国外夫妻失和 因为我在台湾 真的没有时间 一口气把它看完 那个狼牙榜 五十四集嘛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公 只有我们两个人 把小孩子撇掉 我们两个人去东京玩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 我在东京这五天 我一定要把这个狼牙榜 把它看完 你出国不是为了跟老公恩爱吗 所以我就坐地铁 坐火车 我永远在上面看 然后呢 我待在饭店里面 也在追剧 那请问你在家看就可以了 对啊 我在家就有小孩啊 就有小孩在旁边吵 你就必须要暂停暂停 然后你现在又去洗个奶瓶 要什么很多事情 你老公跟你这样出国 应该写修书了吧 我老公就非常生气啊 而且一开始我还跟老公说 我想要办网络 因为我要看剧 然后老公说不用啊 我办就好 你在我旁边分享热点 结果后来我就出国 一直黏着我老公 老公 你不要离我太远啊 我老公就说 真的吗 那你手勾我啊 我说我在拿手机怎么勾 你不要离我太远 我热点连不到啦 然后我说 好啦好啦 人体Wi-Fi就是我老公 不然那热点真的 常常你知道漏死掉 分享得很不稳 直接打回台湾说 我要重新 我这几句办法要不要 开漫游 才开漫游 可是在国际开漫游 但是你老公会受不了吧 我就受不了他lag啊 你就看到这个激情的时候 小五哥说的是你老公 你受不了他lag 你老公受不了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lag吧 既然跟老公 而且你刚开始前提讲得多浪漫 把小孩还交给人家照顾 什么时候 那感觉到就是两人世界 所以我没想到 你那两人世界 你是跟蓝牙榜 不是跟你老公 我是跟胡哥啊 你跟胡哥在赛兵吗 你 说到的 我看今年又有一对 演艺区的夫妻不保 都被预测到是不是 太危险了 我本来想问他 所以你现在单身吗 不是 谢律师待会找你聊天 对 我对讲 其实有很多老公会受不了 可是 你说这已经变一个风潮了嘛 对 关于对你们来讲的话 其实 我觉得单身的 同样聊起来都是这个 对 我周围所有的姐妹啊 就是 虽然说我没有生小孩 也没有老公啦 可是我在家里的兴趣 就是除了看猫之外 我就是看剧 我的第一部剧接触的是韩剧 是人家跟我讲说 你们演艺圈的 我发现台湾演艺圈 跟韩国演艺圈 有很大的差别 我说差别在哪 她说你去看一部 叫做那个傻瓜 她里面就是一个超级巨星 一个女生 金雅忠 跟那个一个男生 她是演一个邮局的 好像是业务而已 她就说那种大明星 跟什么一般人恋爱 她说你看她的配件 所有的配件 她走出来 不论穿休闲或什么什么的 对 她说为什么台湾的 演艺圈的女艺人 都很不在乎自己的行头 就随便一穿什么什么 曹小姐没有在乎 没有 就是配件 她不在乎的 她穿这么多的 对 140 没有 所以那时候 因为其实 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说 比如说要有一些配件 或干嘛 对 后来开始追了那部剧 之后发现 韩剧太酷了 她所有大大小小的细节 她都很注意 对 然后连头发 甚至于光景 还有连彩妆 他们的彩妆就是 连在剧里 就是什么状态 该有什么样的妆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其实你看那个 等于说你会follow她的潮流 然后之后除了韩剧之后 我就开始追甄嬛 因为那阵子我看甄嬛 是因为怕自己太多物 每一个人都在讲 然后我没有看 我就有恐慌 我想说天哪 我跟大家无法联系 所以我就必须 已经周围太多人看过了 所以我就利用一个星期 我只要12点到家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追 追到天亮 大概是一两个小时 然后就去工作 甚至于直接 就是完全不睡觉 就去工作 就是为了说 赶快看一下甄嬛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那东阿阿交道 你要去哪里买 然后上去 真的 还有一个那个吹 你那个甜点嘛 对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 那个甄嬛真的让我疯到 我几乎 真的除了 泡澡 我也是放在前面 就是泡澡的地方 然后就在看 不会坏掉 不会那个水汽 它那个防水 不会 因为 因为我那个 IP好像是有挡起来 而且你只有 泡澡那段时间 我有一次 因为追了那个剧啊 我泡了四个小时 我都不知道 泡到水凉了喔 你就泡到四天以后 再起来就好了 整个都皱的 泡这么久 七七四十九天 比较多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很精彩 你知道我都不想到 不是 你是泡到浮马铃是不是 水只泡一个小时 我真的泡四个小时 我那个水不就凉了 你不要说 人泡久了以后 整个皮肤都已经皱成这样 对 因为水都凉了 因为它有加热水 你不懂我们 对 真的 你那时候就不想动 你就是想在浴缸里面 就一直把那个去干 我真的不懂你们 我跟你讲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 大部分的老公 没有办法理解 就像你说浩如的老公 或是采花的老公 不是 你老公有跟着你一起追 对 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家仁甫有没有办法理解 听说有一次追到最后 你们家仁甫干脆直播 直播 他有一次他很坏 你知道吗 因为就像采花姐讲的 最好追剧的时候 要拉老公一起 所以征缓转的时候 仁甫跟我一起看 他就会一直说 老婆我们看完这集就好了 真的要说 我就说好 好 结果一到那集演完 他就说 他就这样一看 我说 他说的 可是后来就是 开始追什么敏月传 什么其他 他没跟到 没跟到 然后我就自己一直看 有一天他就很欠揍 他突然拿手机偷拍我 他就跟广大的网友直播 然后抱怨说 我老婆呈现这个状态 就这个状态 他只要回家 看到我手机一划开 因为我连化妆 也是放在前面 然后还这样子 他就会说 你怎么又在看 你知道 不会这件事 没有真的吵过吗 他就是一直 默默地抱怨 然后他就抱怨说 因为他有的时候 会想找我谈谈心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我真的好累 然后一说完好累 他就自己说自己是 然后我马上手机就划开 这样就不累 对 他就说 你这样就不累 对 当然不累 我的累 是的 好 没关系 好不好 这样子也许律师叔叔 有业务会好多了 你知道 老婆到最后受不了 这个一定会这样 可是你说追剧 追成这个样子 刚刚为什么会问怪典 就是讲说 难道那个摆那不会是 或什么 但我知道 有很多人追剧 追到最后变成PRO 就是他有很多那种 是你很难想象的 为了追剧的GASY 对 没有什么GASY 有啊 有 不是 有啊 有啊 走 你那是博士老公 你那是哆啦A夢的 对 你不是 你以为是哆啦A夢的 那个百宝盒 不是 它是一个小米盒子 你知道吗 然后有什么用 因为一般呢 我们这个手机喔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比方啦 洗澡的时候 我们会放在那个洗手台上面 有点距离 我跟你講 萤幕太小 这个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可是这样有点像 老花眼睛的那个 不会 你看 会放伤 不会 可是它不会看起来 不清楚吗 很清楚 不会 还有HD 你不需要为了说服我们 你什么东西都 没有 因为我会感觉有点不相信 如果不OK 我不会勉强自己 那为什么你不放iPad就好了 对啊 对啊 而且它有个价格 或者连接到电视上面 没有啊 朋友那个 大家会互通有无 没有 会说这个不错用 我就买来试试看 你知道很多 还有这个 那一个大概多少钱 那个放大的多少钱 那应该是几百块吧 你说这个 几百块而已 OK 那是什么 这样撕拍神器 然后这个是 有没有类似撕拍神器 然后把它夹住 要干嘛 三角架 就这样 夹在那边看 这个就这个 可是这个睡觉都不能用 因为我们通常追 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是啊 放在侧边桌 睡觉就是我这个 睡觉 对 夹在床头 那个是连带天网板 这个是我夹在床头的 对 对 这个睡觉比较好用 这个我也有 而且我跟你讲 你就可以夹iPad吗 就随便凹啊 可是浩子 我也有一个 我怎么夹不住 它会掉下来打到 不会啊 你要夹 怎么夹 可是我们夹手机吗 所以这个是夹在床头背上 对 然后这边是夹手机 对 对 你是不是夹臭便 可是我没有夹整床头 对啊 你夹臭便 那它可以夹iPad 然后它这边也可以 它这边也可以弯的 对 对 这个好 真的好 你知道我问了这个 你在煮饭的时候也可以 对 不然我迁就它 我迁就它 我真的脊椎都側弯了 真的吗 不过是你们的 为什么都那么小 就不会酸 对 那这个大概多少钱 这也很便宜啊 一两百块 一两百块 真的便宜 那关于你用什么 可是我 因为我不喜欢萤幕太小 那除非在外面嘛 对 在做什么捷运啊 或是等人的时候看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它这个分享器 无论手机 或者是用你的那个什么iPad 你就直接分享到 我们家的萤幕 就是电视非常大嘛 我需要 就直接分享就好了 这个好耶 没有关系 因为它自己做 它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要陪小孩睡觉 又有老公 你必须那个激动性很强 而且不能吵到小孩 或太亮 很委屈喔 对 我们当时要摸着 有时候 你知道我有时候 因为人府不是抗议吗 然后她说她都会 老婆 早点睡 然后因为还在看嘛 然后我就 喔 好 然后被子跟她讲 你现在读书的时候 对 她看小说的时候 对 季妹妹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完全活在你的世界里面 就感觉像胡哥在你的耳朵 你为何鼓励她活在她自己的世界 就是你可以感觉 胡哥好像在你旁边 轻轻地跟你说话 就是 你又不能戴一般那种 比较大的耳机 对不对 那像这种很像助听器的 你就直接这样 助听器 真的 而且还有环绕音效的感觉 所以我跑步的时候 我也看 然后耳朵都不会进水 以前是那种 封闭是那种 比较整个罩的嘛 对 可是现在用成这种 会流汗会进水 季妹妹 你为什么一定要 胡哥的声音 在你耳边这样轻轻地吹着 讲着 为什么 因为他是胡哥 就是或者是杜敏俊 他讲他的时候 或者比方说我的元兵 你知道吗 现在谁的 我的元兵 可是 如果你真的讲说 看这些剧看到现在 从元兵开始 一路 以前永样元兵 一路到现在 我还是 我很难 我真的很难 我没有办法 因为杜敏俊系也很好 然后那个 梅长苏也很帅 然后像那个 银寺 现在闽月传里面的 我跟你说 对 没错 我真的要特别讲这个 其实我们经过什么 这个 李宗硕的年代 还有那个 李敏昊的年代 那个都已经过了 因为我们会长大的 是 所以我最近呢 我们不是有看闽月传吗 对 有没有 你知道我真的 里面呢 其实敏月有三个 三个重要的男人 哪三个 一个呢 没有 黄公子 就是他在年少的时候 跟他一起成长的一个 黃蝎 对 黃蝎 然后呢 他非常温文儒雅 学富五居 然后他那是两小五彩 对 可是后来呢 他当然进宫去 就变大王的女人 就是银寺 然后你知道 有一个其中的一个秦王 对 然后呢 其实呢 再来他另外第三个男人呢 是在义渠 对 一个呢 在草原上 对 草原上奔跑的一个 秦王的人 你知道吗 全身肌肉 然后呢 非常的壮 然后酸皮 然后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帅 非常浪漫 我跟你讲 我们曾经呢 最近呢 几个妈妈们就在讨论 这三个男人 你喜欢哪一个 我跟你讲 我也喜欢 我跟你说 有历练的女人知道 我们不要 有历练的女人 为什么把我跟你拉一个等级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要这样子 我以为我还是受女情怀 他只说有历练 他没有说有年纪的对 你听我讲完 你会知道跟我 跟我同一国是非常棒的事情 对 成熟 你知道吗 因为像我们有历练 而且呢 我们呢 有看男人的智慧 你就会觉得说 那种温魂如雅 没有用嘛 文若书生 然后呢 有点奋事忌俗 不符合实际 很顺胡歌是不是 我说不是 黄仙 黄仙 OK 那算我很儒雅 好 然后呢 讲到那个义渠君 我跟你講 我在年轻十岁 我跟你讲 我们就喜欢那个 就像他手男的 你的意思的话没有智慧 你拉在床上 我就是要你那种 不行了 不行 你说壁东的不行 他讲人家 还帮我跟他拉同一个枕 接个人心 你先忍忍 你知道吗 吟氏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义父 义兄 义父就是他非常地疼爱你 他知道你的不舒服的地方 像一个长者 对 然后像一个长者 然后他像一个胸长 他会教你成长 教你很多 这个像我上面 教你怎么当我 那个什么 的价值观也好 你可以这么说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 你自己说 你的老公多久不像富 一如一胸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女工婉不小心爆雷酿祸 显成女星狂踏法 张荣哥在里面是分尸两角 他大概 你还以为他这样 如果在这次的过程 有人像这样子爆雷的话 会怎么样 想打他 我可以讲一下步道吗 我跟妳講 那我最近在看这一出剧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 真的 其实这个物剧现在呢 因为都是大成本 所以他拍得非常地好 包括从衣服 然后场景 他就拉到实景去拍的 然后我先讲就是 为什么会看这一出剧 其实大家不是一直看 一直讲狼野榜吗 狼野榜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这个令晨 所以他是一个少阁主 他是一个医术非常高强的一个 就是那种少侠这样子 这个角色其实在富道里面 他也有参与演出叫京东 OK 长得非常地帅 然后呢 我就是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们看金秀贤 我们看了来自欣欣的你 你会去追他以前的电影 对 追他以前的这个拍的剧嘛 对 一模一样 所以我会看富道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狼野榜的关系 那我跟大家讲 剧情它像爱情剧 也算是在描述当时就是说 一些不同的 对 一些民情背景不同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一般像这种剧的女主角 就是比较柔弱啊 对 或需要照顾啊 然后被虐待啊什么的 他是一个呢 老实讲 剧情也很虐心 可是这种女主角呢 非常的坚毅 他描述一个女人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女生都很强 对 因为大环境不好 旁边的男人很草食 这种女主角变成什么 很坚强 你要撑起一片天 那个内作剧就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他比较 然后让人家觉得想进去看的部分是说 男主角是成交友 然后呢 他在第一集 跨第二集的时候就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突然就是为了救那个女主角 被这个马车一撞 被车一撞 然后呢身负重伤 所以呢 他就需要 祝哥演的那个角色 公公 就老婆爷爷送给他的千年老僧 才可以治病 就他的命 加在那个中药里面 就没有想到啊 这个公公呢 这个起了就是 怀恨在心 对 他就恨嘛 就是谷歌刚刚讲到的 当年要借一点点音量 救人命 你不救 然后呢搞到我家破人亡 我还变得被冤后了 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 就那一场戏 我觉得很好看是 因为他为了报复 然后他就叫那个女主角说 我就 对啊 你如果要那个生 在公公面前 在那个公公面前 是 他说 你如果你想救你老公的命 那很简单 因为我这个千千老僧 拜托 我在公里服事这么多年 老婆也送给我的 我怎么可能给你 后来他就说 我不惜任何代价 为了救我的老公 你开条件吧 结果呢 这个公公这个真的 这个死烟人 就跟他讲说 你把衣服给我脱了 结果女主角真的就脱了 所以就 在那个年代是很大的羞辱 对 故事就从这边开始 这个女主角就陷入万劫不复 因为人家说 因为后来呢 就是陈娇荣 她演的那个角色 也就是这女主角的老公 后来真的死掉了 然后呢 她就被灌上一个不守护道 因为呢 就说你怎么可以到一个 燕仁的那个 对 还脱衣服 对 还脱衣服 而且里面还不止 没有人讲 而且里面还不止是只有燕仁 还有燕仁的 修养的儿子也在里面 对啊 对 所以就被灰身灰影 天啊 对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里面有一场戏 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什么 就是那个公公 反正后来因为呢 这个女主角家里办伤事 没有请她去 她就觉得怒火中烧 说我把我的亲戚老生都给你 你还看不起我 她就当场大闹那个商家 然后就故意渲染就说 你这个女人不守护道 我们那天关在房里面 故意讲这件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妈妈 祝哥真怪 真的 真的这一部戏 祝哥这部戏是演反派吗 天啊 其实她是就是面恶心 就是面恶心想 有理由的 可是她又因为是燕仁的关系 她那个时代背景 她觉得很自卑 很自卑 人家都会吓他说 你不得 你也不能讲太多剧透的人很烦 而且这一句人很讨厌 有人把内容都已经爆雷 不能讲ending 可是我觉得她还是会讲这些 都会讲开头而已 刚才而已 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 不过我们让大家看一下 一些精彩的片段 真的假的 都已经讲到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点精彩片段 被调老神 还得是百年以上的老神 否则 掉不了气 续不了命呢 陈福权 宫里出来的 救好男女那口 她 睡在我的床上 跪下 女人最重要的是要守护她 陈寡妇又怎样 如果重来 我还会这么做 只要能救我丈夫 就算是拖一千 此一万此我都愿意 这两个人可是 城里名声最糟的两个女人 她就是石不全 即使太监又开当铺 名声要多臭有多臭 我女人长不大 也不做你身负权的女儿 万人瞧不起我 就连你 你也瞧不起我 三人行 则损一方 一人行 则得其有啊 我会想尽办法 让她娶我的 我会投其所好 我要排除一切的障碍 当你深爱的那个人 突然从你身边消失了 即便你身边 为了很多很多人 可是你的心是空的 人生就是这样 只要你敢了 别人就怕了 好怕 好怕 而且女主角啊 就是那个纯瑶说 她的一滴眼泪 只请国庆春 是喔 对 因为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报导 正常看到这女生 她有回顾她之前 有一些什么照片 而且她有一些角度 很像夜泉泉 很像夜泉泉 对 可是我觉得李大哥的戏 漂亮很会演 几个画面 就已经觉得很抠人心 对 重点是她的服装 好感动 很想讲究 很酷耶 而且 昭蓉哥在里面 昭蓉哥在里面 是分尸两角 她大概第二集就死了 可是后来她会再出现 不要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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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这一剧的过程 有人像这样子爆雷的话 会怎么样 想打她 可是有些人真的会很忌讳 像我曾经 我真的也不喜欢 像浩如说 他们吃饭 然后他们在看剧有没有 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还不会做到这个份上 可是像我有朋友 他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吃饭 有一次我们吃饭 他就从头到尾一直看手机 看手机 我真的以为他在办公室 你知道 他仔细一看 不对 他在追剧 就是很自然 就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接下来就怎么样 你吃饭了 他爆跳如雷 真的 他说鲁文外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一讲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我就是在等那一刻 他不想看了 对 我超怕人家跟我讲解 你朋友太激烈了 你要知道每个人不同的个性 碰到这种人 千万不要去讲任何的东西 要不然朋友都没得住 我马上就会大叫 这样 听不到 不要讲 我不想听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从以前到现在 有很多的剧 虽然时光过去 但你绝对不会忘 因为其实有很多 现在还是最好的 对 没错 这些剧到目前为止 如果你没有追过的话 那你就落伍了 今天我们会觉得 我们这张表格 是为了采华姐做的 怎么说 我还没有时间看 大家更新一下 我们现在有哪些剧 一定要追 第一个 后宫正环 后宫正环 我必须要讲他最厉害的 就是他创造了太多的 那个词汇 对 除了只是说勾心斗角 那个词汇真经典到爆 而且我觉得后宫正环 赚的剧本 真的写得太好了 他的剧情 然后有一阵子 因为我老公有跟我追这个 每天用正 来跟我对话 那你要回 我就会照系里面的 就说臣妾怎么样 怎么样 好有情绪喔 那一阵子他应该 那一阵子他应该 很希望你追剧吧 对 他都说 今天就翻 情儿侍寝 对 因为他也只有一个可以翻 对 那也可以翻 可是就会有情绪 太想翻过来的吗 没有情绪看嘛 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不不经心 不不经心 精心跟心情都还不错 反正这两部呢 那都是在讲雍正的相关的一些 对 是啊 这两部比起来哪一部比较好 后宫正环 对 他的剧情跟勾心斗角 其实尤其啦 就很喜欢勾心斗角 我觉得后宫出来之后 其实不不经心 有一个地方弱掉 就是他的服饰 有人说其实后宫正环正 他很经济的地方 对 非常考虑 因为他们在后宫正环正 那种就是勾心斗角 不会让你觉得是在脱袭 而且是很刻意 对 都不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讲了这两部 你们真的觉得雍正是 试了皇上康熙以后 然后拿到那个皇位吗 不是 皇上本来要给十四阿哥吗 皇上本来就是要给他位子的 只是他自己疑心病 真的吗 对 所以都没有发生过那种 遗诏被改啊什么 真的 传位十四阿哥 被改成传位一四阿哥 那好像都是假的 没有 后来因为我们去看了 历史的考究 真的吗 那好像都假的 OK 你后来考究 历史考究的时候 当然没有这回事 对 我相信的最大的一个理由 他毕竟是满人嘛 满人的遗诏怎么可能用 单纯用汉文去 是 所以他们是遗诏有三份 汉文 满文 蒙文 因为满蒙的交情一向非常好 所以他遗诏有三份 真的 那三份遗诏 因为三份遗诏的那个内容我看过 对 就是他三份遗诏的原文的 真的假的有看过 就哪里看了 各位 我们现在的真集啊 你们去看相关的那里头 他会把所有这些原件 会给你看他的原文 包括满文的蒙文 就你怎么看就知道 他不可能改这个 你是我们现在在场的 不是 我是唯一冷静的 男神 对 我是唯一冷静的 所以呢 以前小五哥讲这一段 有种好无聊 谁要听啊 可是后来你看完去之后 小五哥也是好像耶 对 男神 好像一个 好 你就讲聚多教化人心 你好像猿兵喔 太高了 我像鸭鸭鸭了 那第三个 五 妹娘传奇 妹娘她很厉害的是 但是她的服装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对 五妹娘厉害的是单纯服装吗 五妹娘最厉害的应该是 后来整个版经过修改吧 对 因为原版不能播吧 从头到尾 没有没有 不光是那个播啦 就 太出路了 对不起 太开心了 好直 或只是波涛胸有 她们很澎湃 她其实主要是她那个故事啊 像我们印象中的五妹娘 是很霸道的 对 可是她把这个角色整个翻转到 她根本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生 重情重义 因为范冰冰她本身就制作人 她必须要把自己弄好 把自己弄好 你干嘛冲热水啊 她都是不得已 譬如说我要陷害于她 或我要杀了她 都是逼不得已 对 其实她双重人格非常严重 对 她是双子座 但是我们的排名 其实跟那个受欢的人 对 这只是 本来是要为了采华 就是说把那个年份这样交往前 对 小花姐你知道喔 一个一个追喔 对 我知道 来 第四个 还是妳要看群星会的 好 来 下一个 来 下一个 这个真的也很好看 而且 其实那一段时间 她们就有 就是大陆人 她们就说 百年修得高长工 千年修得 那个 韩晓东 万年修得旅文庸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我 不喜欢陈晓东 可是我觉得 他真的为他牺牲太多 要万年才能修得 跟他在一块 真的 讲得好感人 对 妳就这样讲的话这些句 因为陈晓东 其实在这个蓝宁王以前 其实也沉寂了一段 对 那因为一个蓝宁王 好像就是要说 一天到万年修得 对 他是万年才能修得 对 好 来 第五个 我们有去就好了 花千古 花千古有谁追吗 这个我没有 花千古好像是个神怪剧 我也没有追到花千古 因为我又有一次 突然我看到 我看到一小段 我就发现 这个应该是神怪剧吧 你们都没有追这部 没有 我跟你讲 把那个换成附道 真的 这些剧不追还都可以 真的 附道是接下来大家 会追的剧 真的 对 第六个 狼野宝 等一下 对 这边我要说一句话 因为呢 我在看一些 做一些剧之前 我都会有一些考究 用数字 比如说 有时候我会上千许去看一下 他的评比 4.5颗星以上必看 一定要看 真的喔 然后再来有一些那个 什么电视连续剧 他点阅率一定要破多少 我才会看 然后狼野宝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 他所有的 就是每一集的那个收视率 你真的也太夸张了 他前面超过 就十名以外 有吗 大家男主角早晨很帅 就可以看了吧 对啊 这里头 有没有让你们感到 特别感动的剧情 或是会哭到 兄弟之情 对 就是意气 而且他就是 不是完全在讲爱情 对 他是男生也看了 也可以很融入的片 是吗 对 像大家就是 男女情爱那种东西 我真的还好 因为毕竟孩子都生两个了 然后我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人世间 现实间 少有的意气 你知道狼野宝 大家 有哪一段让你意气到哭到爆 我有一段在房间 就是用这个棒棒在那边 床头在那边看的时候 有一段 他有一段很好哭 你记不记得就是 那个 男主角 他不是要去阻止 阻止他的那个兄弟 就是不要去跟皇上讲说 要查这个旧案吗 然后就他的那个兄弟 就一把剑 把他们不是密室里面有一根线 那个铃铛 对 到底是什么剧情 让现成女星惊呼连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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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星追剧中毒有多深 看他们就知道 银四 就是那个大王 他在那个产房 他一直要冲击 就在那边上到位置 所有的飞机都在那边拉住 他说 大王不行 大王不行 你国家伟重啊 对 就要不可 他有一段很好哭 你记不记得就是 那个男主角 他不是要去阻止 阻止他的那个兄弟 就是不要去跟皇上讲说 要查这个旧案吗 然后就他的那个兄弟 就一把剑 把他们不是密室里面有一根线 你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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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不可以让你知道 发生出事 不要说我 连王彩华 都在那边满头雾水的感觉 我前面几集我都放弃了 因为实在前面太慢了 我的睫毛都飞掉了 那他那一段 本来没长 本来没长处 要辅佐晋王登基 对 所以他是他的谋士 对 但是他现在不相信这个谋士 他就把他们两个人的 在共同密室里面的一个线 叫割乱 因为他们有一个铃铛 就是他叮叮叮 他回来了 你就开门 就他就把他们唯一的那个按 就是他们直接的按号 切掉了 就没有了 那线这样子 对 线这样一砍断之后 没长输镜头 一拍他跪下去 眼淚就跟着他一起 用泪粉 而且他们是兄弟喔 是男士 我们可以一起看剧 对 我还有一个 我应该要再融入一点嘛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就那个 看了就泪风 就是他 我描错这场戏 跟你的意思就是 他其实讲的是 那个兄弟之间的情 对 好 来下一个 这应该就是现在大家 这个 最后面这两部 而且他81集 你知道 那个真的 非常虐心 一天要看十集以上 每一个里头的点 我相信有很多点 大家都是 婉婉 你能够最让你 有哭点的是什么样的 那时候呢 芈月呢 他要就是生 要怀孕嘛 对 他接人所害 后来接人所害 他要早产 可是最可怕的是 他小孩子呢 头上脚下 那几乎就是 孩子不行 然后那个 对 妈妈也不行了 可是呢 他那生的那一刻 对 其实在那个年代 本来就说 男人是不能进产房 对 回国运大衰 因为雪光的话 这个国运会真的衰败 结果呢 吟四 就是那个大王 他在那个产房 他一直要冲进去 那一三大会 所有的飞食都在那边拉住 他说大王 你不行 而且还跪下 大王不行 你千万不行 你千万不可 对 千万不可 可是 他大概叫做 所有的人的劝主下 在寝宫外面 对 劝主下 他真的 他就没有进去了 可是那一三大 其实里面的蜜月 已经快死了 垂死边缘 他真的昏死过去 重点是昏死过去了 然后里面的那个 御医就跟他讲说 只能救一个 而且他说只能救一个 不是吗 但是后来都不行了 都不行了 因为小孩子 腿在下面 对 好 那一三大王 大王 大王就喊出来 大王 他就回蜜月 叫他要坚强什么之类的 他说蜜月 你要活下去 你不能走 我要你陪着我看 大秦的统一什么的 对 大秦的统一 不是 我要你陪我看着 大秦统一天下 对 那一个男人的 然后带着喇喊 然后你知道吗 而且他真的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他又很想要去照顾他 那他一喊出来 对 明月突然醒过来的时候 然后再用力 然后再生气 然后小孩就用奇迹似的生出来 人家这种剧 能够演到这个样子 一定是知道这些就是可以让 所有这些人都哭到爆的 控眼神 你知道吗 像我这些婆妈 像我身边很多婆妈 她说呢 最空虚的时候就是聚没了 对 然后呢 觉得爱人没了 然后呢 不要有男人一定要有聚 男人不重要 所以接下来 因为敏月看完 我真的空虚很久了 就去复道吧 所以各位赶快去看复道 真的很好看 真的 好吧 那看起来的话 虽然今天让很多 所有的观众朋友呢 大家有收获也有失落 最失落的就是 原来大家现在呢 感情不太重要了 因为男人不如有一部剧 而且男人不能换 剧可以一直不断地往下追 不不不不也不能这样 鼓励大家 我们要先把孩子跟老公 都安抚好了 之后再做自己的事 你再跟杨浩文讲 对 对 OK 不能因为这样伤了 夫妻感情 如果老公很忙的话 你可以追剧 然后来抚慰自己的那个 OK 好吧 那接下来 看起来大家要追的 可能就是刚才文婉说的 你就要数一下步道 真的好看 真的 好 都有多好看 到时候你看了就知道 OK 这样再次谢谢 所有来币 欢迎接下来跟您的收看 幸运时光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久了 真的